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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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為各位介紹前面這張商品 那我們看一下 今天為各位介紹的車型是六代進展 那為各位介紹的是萬斯的這個燈罩 那這個燈罩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 它這個燈罩只有做單邊 所以它是把遠燈部分遮起來 留下近燈的一個部分 它整個部分是用碳纖維下去做的一個燈罩 然後呢直接照在你原本大燈上面 那背後呢 不管你是要是用魔力扣 還是說你要用這個雙面膠的一個部分 其實都可以看個人怎麼去做運用的一個部分 然後它是針對於六代進展大燈 遠燈的一個外型做獨立的一個單燈罩的一個設計 所以它是有左邊的燈罩 那應該不太會有人遮雙邊 如果這邊遮雙邊有 有時候可能是在參展的時候 或者是你參加遮具的時候 那有些人會去把它特別遮起來 或是說有些人這邊是裝這個碳纖維的 右邊是裝熏黑的一個燈罩把它遮起來 那當然你可以兩邊拿去 但包卡風 那以萬斯來說它推出的呢就是 左邊遠燈單燈罩的一個部分的這個 碳纖維的一個燈罩 那當然我們看一下喔 這個是碳纖維的一個材質 然後呢萬斯的東西呢基本上呢 都有一定的水準在喔 然後應該說它 蠻多人喜歡它的這個 不管是logo的資樣 還是說它的一個設計感 都是蠻多車友所喜歡的 那包含前土俗啊各方面 說現在建出來的一個後尾燈上蓋 那在造型方面呢都是別出心裁的 然後希望朋友們可以參考看看 那這個燈罩的部分基本上 像這位車主呢就是 其實是我們自己店員 然後他我們自己的師傅 他其實貼上去的時候 他就沒有再拿下來 那當然這個 青菜流波個人所喜好的不一樣 那你也可以做魔鬼沾方式 你可以把它拆下來 那喜歡朋友們可以參考看看 或到賣個倉庫機的精品來做個選擇 謝謝大家